我有酒,你有故事吗? 讲到Carsbro,相信你应该补莫生吧? 它是马来西亚甚至是全世界数一数为的顶尖啤酒品牌与制造商 但是你知不知道在马来西亚只有两家啤酒制造商 而它就是其中了一家 今天我将带你去了解Carsbro这家公司 带你去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投资,能不能买它的股票 并在影片的最后告诉你一个好看哦 不想错过,就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哦 嗨,我是乐雪 欢迎你来到我频道和我一起快乐学习吧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一些金融书籍和一些投资理财知识 不想错过的朋友就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还有也不要忘了把那个小铃铛打开 讲到Carsbro,我们都会想到轻轻的一罐啤酒 但是Carsbro真的只是Carsbro吗? 那么我们就去了解Carsbro这家公司到底是家怎样的公司吧 Carsbro这个品牌是源自于丹麦,Denmark 但是在这个影片里,我将分析Carsbro Malaysia 全名为Carsbro Brewery Malaysia Berhad 也是跟你我比较有关 因为它是可以在马股Bursal Malaysia上交易 股票代码为Carlsbg2836 就像前面说了 在马来西亚只有两家啤酒制造商 分别是Carsbro和Hanekin 截至8月21号的股价 Carsbro的Market Value市场价值是比Hanekin来得大 分别是7个Billion和6.5个Billion 那么你们好奇 为什么全马只有两家啤酒制造商 但是为什么本土出名的啤酒却有很多呢? 那是因为Carsbro Brewery Malaysia Berhad不只是生产Carsbro啤酒 它们的Core Brand主要品牌 它们也是有生产Premium Beer 如Azahi 1664 Blank Summer's Bee Corona和Corner Stout 就连你小时候喜欢喝的Jolie Shandy也是他们家的 而其他在马来西亚比较出名的啤酒就是Hanekin家的 如Tiger Beer和Guinness 简单来说当你以为你在喝这不同啤酒品牌 其实很大可能你就只是在喝Carsbro 或者是Hanekin生产的啤酒 而如果你也对Hanekin有兴趣 要是这个影片有500个赞 我将会推出一期视频来比较到底Carsbro和Hanekin 哪一个更值得我们去投资 那么想要明白Carsbro怎样赚钱 我们就需要明白Carsbro的corporate structure了 除了啤酒厂 Carsbro旗下是有5个子公司 前面两个公司主要是掌管马来西亚的业务 Carsbro和Maybeth是掌管新加坡的业务 而Lion Brewery是Sri Lanka最大的啤酒厂 所以Carsbro Brewer Malaysia Berhad主要的业务范围是 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Sri Lanka 当然同时他们是有出口到其他亚洲地区 而至于Carsbro的赚钱渠道就有三个 分别是on trade,off trade and e-commerce on trade也就是指在餐馆和酒吧 off trade也就是指在超市 而e-commerce就是网上购买 那么明白了Carsbro这家公司 就让我们从他的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 来看看到底这家公司值不值我们去投资吧 当我们看Carsbro 2019的年度报告 其实也不需要多说 也就是好 就是他们年度报告的标题 just keeps getting better 收入增加了,同时净收入也增加了 而当我们看10年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Carsbro每年的进入是在持续增长 但是就有一点需要我们的注意 也就是Carsbro的reserve是负的 那么什么是reserve呢? 也就是公司的储备金来应付一些未来不确定的因素 至于为什么会是负的呢? 这就与Carsbro派发股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自2015年 Carsbro的股息派发战额是多过它的净收入 那么你们好奇 一个公司是怎么可以派发股息多过它赚的钱呢? 其实就是公司是在用它的reserve储备金来派发 当然付的reserve不能代表什么 但是当我们继续看下去 就能看它对Carsbro的影响了 那么在我们看它的记录报告之前 你觉得这次疫情对啤酒行业有什么冲击呢? Carsbro从年头的高点大约38令吉 跌到了现在的23令吉 跌到了大约45% 那就是因为就像前面说了 Carsbro的其中赚钱模式是Entree 而这也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至疫情 我们都知道餐馆和酒吧都不能营业 所以生意的产单已是预料之中 当我们看Carsbro最新的记录报告 也就是截止6月30号的数据 我们是可以看到收入减少了许多 而净收入于去年同期比较 减少了75% 而Carsbro也在5月中停止派发股息了 它的竞争对手Hanneken 却没有说会停止派发股息 而这很大可能就是由于他们之前付的reserve 现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 他们不能再派发过多的股息 而需要去rebuild他们的reserve 那么这样的数据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去了解这家公司吗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其实Carsbro和啤酒行业 在2020年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在2020年2月疫情爆发前 Carsbro被纳入MSCI Global Standard Index 而我们也看到当这个消息放出 Carsbro的股价直接暴涨到最高的38令吉 为什么被纳入MSCI Global Standard Index 会对股价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其实MSCI Global Standard Index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指数 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表现好的公司 而要被纳入去一个指数 就需要符合一些营运业绩的要求 通常都是代表公司的盈利表现良好 所以短期对公司的股价会是个利好消息 但是这个纳入是没有对该公司的基本面 有什么任何的变化 因为他们的盈利状况 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变得更好 只是他前期盈利状况良好而被纳入 而这个前期盈利状况良好 也早早呈现在股价上 所以我们也看到当这个热度消去 该股价也下跌了 而由于疫情的关系 股价也继续下跌 除此之外 由于疫情关系 马来西亚实行行动管制令 而由于马来西亚啤酒厂 不是属于essential business 马来西亚啤酒厂是停止运作了7个星期 从3月18号到5月2号 这也导致了Castro的存货下降 而这也间接影响他们的off trade生意板块 因为超市对啤酒的需求量 在这期间是有增长的 但是却面临存货不够的现象 而在6月的时候 有消息传出马来西亚政府很大可能会冻结 新申请啤酒售卖的准证 来预防酒驾车祸 虽然这个禁令没有对啤酒制造商有直接影响 但是就像前面说了 Castro主要收入是透过on trade与off trade 当能卖酒的执照少了 这会间接影响销量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禁令有可能只是短期影响 那是因为你们很好奇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酒这么贵 那是因为马来西亚在嗑酒税上 是世界第三高的国家 而啤酒的税收就占了马来西亚GDP的0.3% 所以长期来说 我相信政府应该不会为难一个 能帮他们生鸡蛋的行业吧 一个公司只有好和坏 讲了这么多他的坏 就让我们去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吧 其实由于早在这次疫情爆发前 Castbrook已经推出Fund the Journey计划 而这个计划主要是帮助Castbrook进行 cost reduction的savings 简单来说就是减少他们的营运支出 让他们的营运上会更efficient 而其实这次的计划 间接帮助了Castbrook第二季度的表现 虽然盈利确实是下降了 但是就是因为早期的这个计划 间接分散了这次疫情带来的风险与冲击 除此之外 在疫情中 ecommerce的销量是有在增加的 而且Castbrook预计接下来 ecommerce的销量会继续增长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的是 ecommerce的销量只是占总体收入一小部分罢了 当然同时间on trade的生意模式是有望好转 因为跟第一季度比较 在MCO刚刚实行时 只有大约20%的on trade是在营业的 而截止6月30号 已经有60%的on trade是在营业了 而这有可能是个复苏的现象 还有由于Castbrook的主要市场只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随着这两个地区在疫情方面的好转 确实是让我们可以看到餐营业的复苏 更多人愿意用餐 而当我看我的朋友圈 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去酒吧了 所以这是个利好消息 还有如果我们查阅2019年的年度报告 其实有说明去年年尾的收入是有明显的增长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华人农利新年 而很多人自2019年年尾就开始囤卧 就是为了2020年的新年 所以只要疫情慢慢的缓了下来 我相信2021年的新年还是能五兆跳 九兆喝 有此会刺激off trade的销量 前面会说了会告诉你们个好康 也就是Karlsberg最近推出了 Adopt a CAC Promotion 也就是如果你在超市购买Karlsberg啤酒 你只要去Adopt a CAC网站 scan你的酒上面的barcode 然后当你们以后去酒吧的时候 给他们看你的QR Code 就可以领取两杯免费啤酒 这个数据要只是到9月30号 所以要快哦 有兴趣的朋友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哦 谢谢声明 这个好康是没有被sponsor的 但是如果Karlsberg看到这个影片 可以送啤酒来我家哦 可可 其实当我们看很多分析师的报告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分析师都给予卖出的评级 原因也不能猜 那是因为疫情确实对啤酒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餐领盐有在复苏 长期来说我们是可以购买Karlsberg的股票 因为要记得 如果餐领盐在复苏 你在市场上没买一个啤酒 有大约50%的机会会是Karlsberg家的啤酒 还有Karlsberg的护城河很深 也就是说它是有可持续竞争能力 因为全马就有两家啤酒制造商 而且要有第三家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一是马来西亚本土政治风气 还有高成本 除此之外 虽然顾客转换品牌的成本不高 但是通常顾客的忠诚度是蛮高的 而其中有个品牌啤酒你非常喜欢 你是很大可能会持续喝那个品牌的啤酒 当然嘛 由于马来西亚一些政治因素 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啤酒行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也需要注意2021年的财政年度报告 因为如果政府财库紧缩 虽然有可能像啤酒行业开刀 克更高的税 投资有风险 所有资料都是我在网上收集 并进行分析 当中包含了我个人一些想法与意见 所以不一定对 只供参考 要记得在投资中 独立思考很重要 好吧 我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做这类型的介绍与分析公司的影片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 还有你也可以留言你最喜欢的啤酒品牌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分享数据给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不想错过我下期影片 就记得把那个小铃铛打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